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新年头条 蓝白和主帅已经见过面了 有人透露合作是不是有转机呢 先告诉大家 其实柯文哲已经证实的确见过面了 然后侯伴也有最新的一个声明稿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侯伴的最新的声明稿 他们是说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指出 双方确实曾经见过面 也就是说侯方也暂时见过面 而且他们说是由柯文哲主动 去提出私下的来做一个会面 当时彼此有个默契 就都不要对外头来说 双方并且希望持续保持沟通的一个管道 目前进办最新的态度 我们也先提供给大家最新的消息 柯主席既然他们 这是侯伴他们的一个声明 认为呢 柯主席既然认为 下架民进党的主力是国民党 那就不应该如此的强势 只能够接受他们的方案 否则就不进行会谈 而国民党也非常有常义 提出折中的方案 所以呢 这侯伴的进办呼吁 民众党尽速赶快 快点 一起坐下来谈一谈 找出双方都能够 你能够接受 我也能够接受 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折中的办法 一起达成政党轮体的目标 好 这一回呢 我们就来看看的是 讨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其实最快下个礼拜四 是不是有可能就来做一个公布呢 好 柯文哲说 他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其实都见过面了 本来就不会整晚拿去 如果跟国民党合作 当然国民党还是主力 那侯友宜也说 他跟柯市长的沟通 一直都非常顺畅 当然当中也许 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但都可以直接 直接来啦 直接沟通 不是只有下面的楼楼在那边放话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并肩作战 然后让政党轮替成为他们的目标 好 现在呢 双方讨论组联合政府 以德国作为一个范本哦 像是呢 第一个在选举前 要有所谓的选举协调委员会 政党合作彼此讨论嘛 那特别像是市议会的议员 提名怎么合作等等 都是他们要讨论的范围之中 另外第二点选后 他们要成立所谓的政党协商务委员会 看政府职务怎么分配 那另外呢 政党争议委员会 执政免不了政策不一样 政策不一致 那要有协调的一个机制 甚至倒阁的话 那又该怎么如何来做处理 好 的确面对高达六成过半的民意 希望2024真的能够执政政党轮替 刚也看到是柯文哲已经证实了 的确双方见过面了 针对蓝白和后续的一些合作 看起来这个态度 这个姿态放软了有没有 也说政治上不会 他整晚彭总不用担心的意思啦 如果跟蓝银合作 当然就是国民党还是主力啦 那他也直接有坦言 的确也见过了 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跟侯友宜 两个都见过了 朱立伦也证实了 这个礼拜见面是针对选前组成政党联盟 还有选后所谓的转换成执政联盟 再来做个讨论 也请让大家在整队过程当中 都不要先预设预先的立场 呼吁这侯友宜 柯文哲 赶快再找时间再坐下来谈一谈 先单位来看怎么说 我跟柯主席长期都是保持沟通联系 那这个礼拜见面主要就是针对于有关选前如何来成为一个 我们叫政党联盟 然后选后共同能够变成一个执政联盟 这是很多很多民主国家 大家都在行的 我们一定是会根据这些好的范例 这些过去的经验 学术的论点跟科学的依据 那我们一定是希望未来能够合作成功 那中间有争议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执政的 或者是这个选举的争议的协调委员会 那目前我们都还是在 在逐渐的建构这些的基础 那当然也有触及到说 最后决定总统副总统人选 我再一次强调 我一再都强调绝对不是个淘汰赛 而是一个一加一必须要大于二 至少要等于二的一个整队的过程 而在这个整队的过程 绝对不要预设立场 我也希望侯市长跟科市长两位老朋友 最近可以坐下来再谈一谈 那我也一定会参与 那希望我们就把大家这样子 能够形成一个团队的 这样子的一个作战方式 它是一个政治的结盟 更是为了让台湾下一代 能够更安全 能够更 日子能够过得更平安 更好 就是政党轮替我们的初衷 最重要的目标能够完成 那有预计什么时候要见面吗 是不是最快蓝白盒 下礼拜次就会有见面 我这礼拜才跟柯子齐 刚刚见过面 那我们会持续的沟通 包括今天还是有一些沟通 所以其实早就见过面了 也持续都有沟通 大家不用担心 看起来只是怎么合的问题 但是其实机场还是很焦虑 我们就来看一下 赵少康就说 蓝衣的机场已经传出了很多的声音 包括认为放弃蓝白和平一波气宝 不到最后的关头 绝不放弃合作 如果破局 就是让民进党的赖清德 笑到明年去选址了 民众党大概也会就直接泡沫化了 没有的意思了 国民党大概也惨不忍睹 换句话说 就是双输 那我们就来看看那是 其实这次不止赵少康他提出了看法 李德威他又怎么认为呢 他说不管柯文哲 怎么跟国民党合或是施压 国民党保持整合所有人的心态 时间有限 希望10月底以前会有一个结果 否则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了 好我们同步也来看看最新的民调 这是根据了台湾民意基金会 所做的一个最新调查 问大家这2024总统大选 就是明年的大选是否乐见 民进党再次赢得大选 继续执政呢 结果不乐见过半耶 百分之53.5 乐见的少蛮多的 百分之34.7 那剩下就是百分之10.4的没意见啦 或是百分之1%多的不知道 换句话说 是不是八年魔咒发威了呢 执政了八年 看起来是不是要政党轮替一下 让人民感受到新的希望了呢 现在蓝白合不合猴伴在曝光 内幕资料 证明有规划 民主初选A方案跟B方案 两个方案 那如果是422个 这么多的投票所 所需要经费呢 大概1400多万啦 左右 那假设是一半投票所 是700多万 那猴伴的发言呢 刘采薇喊话柯文哲正迎 希望能够在这两天 再回到谈判桌 A B两个方案 那第一个方案呢 就是我们非常负责任的呢 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吧 全台湾所有的开票所 从这个台北啊 然后到连江啊等等的 就是每个地方 它需要多少投开票所呢 然后需要多少选票呢 以及人员包含预算等等的 我们全部全部都已经规划出来 然后预算也都已经规划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是想要说的 就是之前民众党在质疑说 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 基本上我们现在摆给你看 没有什么问题 技术上时间上 我们都可以解决 包含时辰 我们也都已经出来了嘛 我们从其实15号 党中央就已经开始规划了 14号就是大家这个 幕僚会前会的那一天嘛 那一结束会前会呢 也就是说一下谈判桌 因为我们有整合的决心 所以我们马上行动 马上把该做的 该准备的都做好 所以今天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有诚心 有善意要来整合 要来合作的 那我们是有所准备 规划方案都在这边 那第二其实也是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其实的确民众党也讲的说 时间有压力啊 的确时间是有压力 因为我们在规划时辰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时间是有压力的 所以为什么之前 我们才会说希望民众党是可以在 三天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回复 大家是要谈 还是要再针对什么样的方案去谈嘛 等等我们都可以上谈判桌 大家来好好谈一谈 到底是希望怎么样的一个方案 我们来凝聚共识嘛 那比较可惜的 也比较遗憾的 是到昨天是第三天的一个期限 那很可惜 昨天是没有接收到民众党 其他的一个回复 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我们再把善意摆出来一次 那我们时间也摆出来 让你知道其实如果在10月24号我们来规划整个的24号规划的话 11月4号之前都是可以完成的 也就是11月4号它是可以开票的 那就希望民众党可以针对我们这个善意哦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在这两天可以回到 跟我们回应回到谈判桌 来做一个协商来做一个合作 好这两天哦 有没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 我们就继续看一下去蓝白和会变蓝白拖 还是蓝白真的能够要真心来合一合 那我们就来看其侯伴在曝光 其实这样的初选他们有所谓规划的两种不同的方案 也说经费人员他们规划都已经规划好了 规划过了 但是我们就来看看 时事评论员陈凤欣他怎么说 他认为时间上要办个民主初选 会不会来不及啊 太赶了 现在侯科两个人应该是谁先放手就谁赢了啦 陈凤欣也直接喊话说 两边的阵营都要赶快快 拍板变冷时间 你说时间赶不赶 我认为时间很赶 你认为来不来得及 我没有像侯伴那么样有信心 我认为来得及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来得及 所以呢 我不会提什么责中方案 我会提目标聚焦该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呢 谁先放手谁赢 对 对不对 没错 谁大大方方的放手谁赢 对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建议 不管是侯友怡或者柯文哲 你们只要第一个跳出来说 好我接受了 我告诉你 大家就会觉得你有信心 对 所以 这边两位都在嘛 我是具体的建议两位 就是谁先 我讲真心话 谁先放手谁赢 因为 双方都很清楚的知道 对方所提的是对方的强项 是我的弱项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还说我愿意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超有信心的 对 你真的对你自己充满信心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不管是柯文哲也好 或者是侯友怡也好 谁先喊出来 我们立刻排辩论时间 谁赢 你一旦把美光灯 全部聚焦在两个人头身上的时候 其他人通通被边缘化 所以当任何一边喊出来说 我们来辩论 然后同时明确的定出时间点 没有参与辩论的人 就不在话题当中了 那彻底边缘化的 其实就是赖清德 但我觉得赖清德 现在没有办法谈辩论 因为他必须成为候选人之后 那就是登记候选 那就不需要 我们必须说 现在其实是蓝白最好的机会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把 所有的美光灯 聚焦在你们自己的身上 成大成 拜大拜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